接過旗子就要出海 屏東東港漁民組成太平島 組權宣示船隊 一箱一箱的水運捕上船 一共五艘漁船都插滿國旗 掛上保南海護漁泉的 紅色布條整裝待發 去到太平島 拿水回來給台灣人看 全世界看 說這個是一個島不是礁 漁民信誓旦旦 不到太平島絕不退縮 藍綠立委也趁熱 緊急組團登島宣示主權 飛機上綠營立委排排座 大拇指比讚 還有出發前 藍綠立委共同留下的合照 要讓全民知道 立委上了太平島 但學者認為根本在作秀 藍綠立委都一樣 你不要跟我講說 你到那邊捍衛主權 捍衛個鬼啊 你能到那邊去 你還是海上官兵 要保護你 接待你 把你帶到招待所裡面 還要把他們的水 拿出來給你喝 我是覺得這簡直是莫名其妙 學者認為立委登島不代表蔡政府官方態度 隨團的沒有將軍及以上人物 達不到組權宣示效果 何況南海仲裁後情勢更為複雜 大陸官媒央視報導 美軍攻擊和潛艇出現在新加坡 懷疑美方試探大陸軍演情報 大陸公開高調宣傳空軍轟炸機巡航黃岩島 海軍更是不間斷在南海多地一波接著一波操兵軍演 左手把住墮輪 右手操作儀表盤 在螺旋槳強勁的推力下挺身緩緩使離母艦 宗裁後美中兩大強權互不相讓 比拳頭大 國際法學者認為應該認清台灣夾載兩強之間的國際現實 主張太平島有200海里經濟海域是行不通的 如果每個國家都因為新的海洋法 說主張200海里的話 你會知道有多少糾紛 所以知道實際不可行的就不要去做 學者提醒太平島的安全是防護問題 本來就有駐兵 民族情緒無異於國際地位 蔡政府只有強化國際法論述能力 才能爭取台灣應有權益 記者綜合報導